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桌面好像有点放不下 到时候只能放在地下用了 Chenery Coal 这是一款有独立的DSP的一款深烤 严格一声来讲 科学点叫应该叫做音频见面吗 不是 其实这款深烤就是我自己想玩的 所以就整过来玩玩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感谢官方寄送过来的样品 安德老婆 中国官方 然后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打开就废话咱就不用多说了 你都买上这个价格的深烤了 那你还用我给你去多介绍吗 我觉得应该不用吧 泡沫垫的 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 放一边去 深烤RTE本体 我去这个就不像别的视频里开箱那样给你拿 我天哪 啊 然后深烤电源适配器 啊 数据线 然后呢 就是 以下几件套的啊 我跟你说一说 中国官方的技术支持 纸 然后还有说明书 然后另外保修卡 就是这样 别的没有 剩下啥也没有了啊 如果说你买的全新的 可能还 还有别的 别的具体有啥我不知道 到时候再说吧 反正 啊 深烤就 咱就箱的咱就放到这边 哎呦 我的天哪 啊 真的整不动啊 真的是有点整不动 啊 这就是这款深烤RTE本体 然后情况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 一共有八个接口前面的 前两个 后六个 然后八个接口 对应的是这八个旋钮 调整它的音量啊 这边有个显示屏啊 然后这边啥按钮 现在不知道呢 因为没上机不知道 然后这边有一个旋钮定义 按道理来讲 应该是有别的定义能够控制的 然后这个呢 按道理来讲 如果说按照常规来讲 应该是调整线性 线性输出的 然后这两个呢 耳机亮 然后有麦克风啊 Topback的一个麦克风 然后这边呢 就是直接接耳机的 啊 嘿 我去 这也不是我第一回接触啊 啊 领阳夹的产品了 之前我用过那个 antilop的那个 真挫 就是这样 然后用过一天啊 就一天 另外呢 这个呢 就是这款生卡的电源 带锁的 然后 时钟接口 然后另外的话 它的SPDF数字接口 这边如果说你有踏板的话 你可以接个踏板 这边有两个光纤接口 对吧 然后如果这款生卡呢 是支持雷电的啊 如果说你是有雷电接口 那你就整个是雷电线 我是没有 所以咱加净贫寒嘛 USB 传统USB 然后另外呢 这边有个DB25的这样一个线性输出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两个普通的一个输出啊 另外呢 剩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卡通接口 对吧 两个接口 也不能叫卡通接口 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边 一会儿我上机品一品呗 说白了 今天的这个节目介绍的内容 要少于品的内容 其实我自己是想玩玩的 就是这样 别的不说了 其实等到到这个价格段位的话 我相信你自己的话应该 应该就是有一定了解能力了 对不对 你应该去买什么东西 以及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定位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很明确了已经 而无需我去帮你去介绍了 所以咱就不扯那些没有用的啊 就是 而且这个升卡的话 我自己的想玩一玩 也就是这样 有DSP的嘛 香还是不香啊 那我得瞅一瞅啊 让我往手一看看 你的是吧 香不香 情况就是亮那个情况啊 长这样的 说实话挺好看的 人民币的味道嘛 大海的味道我知道 这款升卡就是人民币的味道 你知道 是吧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后边上机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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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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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